朋友们好,我是猴子 带你看城市中的老建筑 面前这栋建筑位于大连中山区三圣街五号 也就是人民路上的天天渔港后面的一个巷子里 据推断大概是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栋折中主义风格建筑 今天就带大家实地看一下这栋老房子 这是附近的一个井盖,看起来也有些年头了 这是房子的侧面,从外观看保存的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里面会怎样 从正面看,整体采用的对称布局 中间是一个断裂式的拱形扇花 沿处的线角装饰非常有特点 顶部女儿墙上还有浮雕装饰 二楼的窗户还保留了一些当年的格子窗 现在就到这栋建筑的里面看一下 据推断,这栋建筑很有可能是当年日本的原田商社的一栋下属的附属建筑 墙壁上的这些花岗岩现在也有一百多年了 这就是建筑的正门 注意看门上方的三角山花 山花内有一个H形的标志 这个标志就是当年的原田商社的标志 它的旧址就是现在紧挨着它的天天渔港建于1918年 因此这栋建筑也是属于当年的原田商社 门上写着现代的街号三圣街五号 进来左侧就是楼梯 这是当年的木楼梯 这柱头看起来少点什么 当年应该是有一个装饰的在上面 这种木楼梯现在已经很难得一见了 现在上去看一下 整个房子室内的空间感觉很大 层高也很高 室内的光线也比较好 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这个看着更明显 是不是柱头上感觉少点什么 不得不说 这个楼梯的质量相当之好 比我之前看过的其他的日本房的楼梯要好很多 这么多年了 在这种住的人员比较杂的情况下 依然很坚固 这是二楼的棚顶 墙皮已经脱落 露出来了里面的木条 这前面还有一部分是室外的 感觉有点像一个天井 这设计有点意思 远处就是高楼大厦 这个天井也让一楼的采光效果大大提升 整个二楼目前感觉应该住着五到六户 楼内的过道完全是用木制的地板 对面的这一面大的窗户 除了没有玻璃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 从上面看这个楼梯还是比较陡的 这楼梯的木头相当结实 目前看起来这里面住的人员也比较复杂 里面的卫生条件要稍微差一些 就像你们看到的一样 现在到一楼前面的那个方形院里看一下 整个院里的杂物非常多 感觉住的人应该也是周围做生意 做小买卖的人 院里这还养了两只鹦鹉 数了一下 整个院里光我能看见的就放了五到六个煤气罐 这消防隐患可是够大的 在这上方还有一个鸟笼 整栋建筑基本就看完了 看到这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是有点被糟蹋了感觉 这栋建筑的外面就是一个露天市场 每天从这里经过的人也非常多 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人去关注这栋建筑 看完这栋老房子顺便逛一逛这个市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随手点个赞给个关注 今天就分享到这下期见